你知道什么颜色的包最百搭吗 一位粉丝找到我 说看我视频 想找我帮他做款包 奈何自己的工资不多 于是省去检用了一个月 他说以他的条件 不允许他有很多包 所以想让我做个百搭款 穿什么衣服都能备出门 说实话我很感动 还是有很多人都喜欢国产手工包的 于是我索性没有要他的公时费 给他做了这款 可以搭配任何风格的包包 包包做好了 如果大家也喜欢 给我个小爱心吧 所有女孩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拥有一款爱马仕 但是你知道 它的配件竟然是中国制造吗 就像爱马仕运用的手缝线 法语的意思就是在中国 随着国家的发展 中国早已不是帮人加工的代名词了 但是提到包包 大家只能想到LV香奈儿 为什么没有属于我们民族 自己的包包品牌呢 看来前方的路任重而道远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 如果您支持中国手艺人 能用一秒钟的时间 给我个小爱心吗 昨天我损失了一百万 一位三百万粉丝的网红 在我这儿定制了一批手工包 要在中间节当天直播带货 但因为手工包的工系问题 不可能批量生产 我没办法答应他 可他却骂我 你傻不傻呀 你机器生产不就行了 谁知道你是不是纯手工的 我是想赚钱 但作为一个手艺人 我没办法赚这种钱 你继续坑你的家人吧 我没办法赚钱 我没办法赚钱